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 学习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尺寸简单,但是要如何快速画出3D图档 要看个人本事了 今天要来画这个零件,给大家参考 也可以自己先画画看,如何快速画出来这个零件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工程图的尺寸 看上面是图 外眼直径是80毫米,中间直径是40毫米 这边眼孔PCD是94毫米 这边眼半径是15毫米 看抖面视图,这边高是40毫米 这边高是20毫米 上下眼角都是5毫米 内孔径是4毫米,深25毫米 倒角是4毫米 右侧视图,圆形高30毫米,孔径8毫米 那了解它们的外观以尺寸后,那怎么画呢? 我们就一起画画看快速的把它们完成 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吧 我们重新画一次给各位参考 开新的档案 选择零件绘址,切点 选择前击准备草图绘址 选择线,集合建构线 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向右,转垂直线往上,切点 选择矩形工具,选择对角矩形 在水平线这边画一矩形,上面这边再画一矩形 切点 选择眼角工具,眼角半径是5毫米 选择眼角短点 选择老角工具,距离1.5毫米,选择短点 切点 选择智慧型尺寸,这边高20毫米 这边高40毫米 中间,眼直径是40毫米 外眼直径是80毫米 选择特征,旋转填料,选择旋轴 轮廓,这里,这里,切点 选择这一面,草图绘制,图片转张 选择线,集合建构线 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向右,转垂直线往上,切点 选择眼斧,上面这边画一个眼斧 切点 选择边线,参考图圆 选择智慧型尺寸,眼角半径是15毫米 眼孔中心距离是47毫米 选择特征,生长出料,给定深度完全贯穿 轮廓,这里,这里,切点 选择眼角工具,眼角半径是5毫米 选择眼角边线,切点 选择环状护制排列,选择中心面,选择护制排列特征,切点 选择一行孔精灵,选择定位孔,孔精10毫米,深25毫米 切点,选择眼心 选择右肌准面,草图绘制,图面转正 选择线,体而建构线,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往上,切点 选择眼,上面这边画一个眼,切点 选择智慧型尺寸,眼孔直径是8毫米,高30毫米 选择特征,深长处量,给天深度完全关穿,切点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算个颜色 选择红色,看起来比较特别,切点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整个立体图就是这般形状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这边高是40毫米,这边高是20毫米 这边眼角是5毫米,这边倒角4毫米 外眼直径是80毫米,这边眼直径是40毫米 这边夹角120度,深25毫米,内骨直径是10毫米 这边眼孔高是30毫米,孔径是8毫米 这边眼半径是15毫米,眼孔中心距离是47毫米 这边眼角是5毫米,这整个尺寸是正确的 这个旋转把手,市售零件应用非常广泛 选择零帧图像,看起来比较漂亮特别 这个零件结构很简单,利用生长以旋转填出料功能 一步一步把它完成,看过你就会了 好OK,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是完,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OK,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若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香肠,看得越多,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点一下赞,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